好 歡迎海內外的個人朋友 跟所有的網友參與 在YouTube跟新台灣加油 廖小軍粉絲團的一個直播 在昨天為你勾勒台灣政企的最新發展 那我們也看到幾個關鍵性人物 在這一週當中 我們的獨家直擊 他們反映出在當前局勢的未來演變的一個觀點 但是你可以看出來 在國內兩大政黨當中 哇 看起來差好大 民進黨初選機制是這樣子明確 但是國民黨到現在 依照民進黨黨主席卓榮泰所講的 有遊戲沒規則 為什麼混沌不明呢 叫做徵招領表 也叫做徵招 韓國瑜納入協調 王金平說 你初選一變再變 無所是從 國民黨拋出協調代替初選 朱立倫嗆說 有這一招嗎 好 這是國民黨的最新態勢 賴清德參選 我們今天還原 鄭文燦在接受三立新台灣加油 我們的火線的一個訪問 跟所有的來賓共同面對面 包括了國會觀察 基金文導師 姚立明老師 包括了像是溫朗東 這種多位人士 共同參與面對面的過程當中 鄭文燦說 他也感到十分的意外 參選的核彈到底是炸向政壇的誰 那他們到底什麼時候知道了 當然今天的這一集的網路直播當中 我問你剖析 英賴如果勢必在初選當中 要遵循的是民主機制 接下來就是協調囉 接下來什麼時候辦證件發表會囉 包括了就是民調的關鍵 五加一萬五千份的母體 到底是怎麼設定怎麼來的 就中間外界會認為說 哎呀你們協調 你們做民調 就是要把友人做掉了 民眾基層這種疑慮 有道理嗎 民調未來在展開 連續三天的過程當中 是不是有操作的空間 因為沒有意外的話 是4月10號就要登場 連續有三天的時間 總共有一萬五千份的一個樣本 可是如果延後的話 那可能到底什麼時候辦證件發表會 那到底什麼時候進行民調 都有變數 因為時間恐怕都會往後延 但是從雙方面都認為當前的局勢 賴清德認為他勇於承擔 蔡英文總統認為 國家領導人特質 唯有他所具備 所以他願意再次承擔這個責任 在今天的直播當中 我們就一一為你解析 未來的最新狀況 首先我們聽聽看 鄭文燦他的憂心到底是什麼 他好不容易 他認為在敗選之後 終生代要承擔 也認為他們立拱大師兄 卓榮泰去承擔民進黨黨主席的一個 這樣一個重責大任 好 黨主席要負責把黨務辦到公正公平公開 那這時候桃園市長 鄭文燦到底憂心什麼呢 來聽聽這個大現場 在這個短短的三個禮拜 假如說真的有初選的競爭 那麼火花難免 那也會讓公職基層會有不同的意見 這個震盪是一定會有傷害 那如何的讓傷害降到最低 那對我來講我考慮的是大選 那當然這個 因為這個訊息剛產生 其實我們黨內應該還沒有很充分的討論 不過我覺得一個政黨 面對各種可能的變局 可能的挫敗都要冷靜 我的看法是一個政黨就跟一個人一樣 這個跌倒要爬起來 需要勇氣 韌性 那爬起來要走到什麼方向 也需要這個智慧的判斷 那二零二零對臺灣重要 那民進黨要瞭解自己的責任 也要珍惜選民 願意給民進黨再一次機會 那我是覺得這個時刻 真的是要好好的來討論一下 該怎麼樣子處理總統的這個初選 怎麼處理大選 我覺得絕對不能演變成 在民進黨內產生 這個大規模的這個分歧 我覺得這樣對黨是很不好的 好 在過去這一週當中 包括兩岸政策協會有民調 蔡英文總統二十九點六 韓國瑜三十五點四 柯文哲二十五點九 這個兩岸政策協會所提出來的 賴清德是三十一點三 韓國瑜微幅領先三十二點九 柯文哲稍微落後 有邊緣化的危機二十五點七 那我們看到 也特別問到蔡賴沛的部分 支持度第一 領先了韓國瑜跟柯文哲 這個到底是顯示出什麼樣的一個狀況 因為他是在三月十九號到二十號 等於是登記 參選之後 首度所做的民調 成功訪問了有 一千零八十個 具有投票的成年人 好 那在此同時 在賴清德登記同一天有一個民調登也公佈 不過這個民調是三月十二號跟十三號所做的 這是新台灣智庫的民調 這時候韓國瑜是三十五點四 蔡英文列為落後五趴三十點六 柯文哲大約是百分之二十八 我們看到差五趴怎麼去搶救蔡英文 蔡英文還可能在最後在初選當中逆轉勝嗎 這個牽涉到韓國瑜的國家路線是什麼 你們的路線之爭是什麼 蔡英文的維持現狀 有辦法有新的突破 新的對岸嗎 柯文哲兩岸一家親的路線又是什麼 來 我們連線給趙天玲 因為現在國民黨的準總統候選 通通都提出了兩岸和平協議 蔡英文總統應該在這個時候 怎麼樣提出一個相對的對岸嗎 來 你的觀察 你的見解是什麼 來 趙天玲 好 我人現在在高雄 在我後面其實就是很多高雄在地的鄉親 那過去在對民進黨執政的這兩三年來 他們確實有很多的不滿 但是民進黨在敗選之後 那蘇貞昌院長跟陳其邁副院長 那跟蔡英文總統的反省檢討之下 其實大家慢慢的也開始願意再給民進黨機會 那大家共同也很關注這次台南跟三重的補選 所以我覺得這樣的意志不只是在台南 不只是在三重 而是在全台灣各地的民進黨的支持者 或者甚至是很多的中間選民 只要民進黨願意具體的回憶民眾 我相信大家會願意再聽聽看民進黨怎麼說 那我也要先回應一下姚老師 我覺得姚老師講得很對 雖然我個人今天很明確的表態 我支持蔡英文總統競選連任 但是我會認為這樣的良性競爭 而且在不到一個月的時間之內 就要進行這樣的一個全民調 我基本上認為是非常好的 帶給民進黨很大的活力 那剛才主持人提到說路線的問題 我覺得剛才余燕說 這是一個統一跟反對統一的一個決戰 我覺得這樣的說法真是太好了 我可以念一段 就是我們民進黨在2004年 阿扁總統還在執政的時候 我們通過的族群多元國家一體決議文 他裡面就提到說中華民國主權 既屬於全體台灣人民 而非其他的政權 所以台灣認同與中華民國認同 都是對國家認同的表達方式 所以現在我們看到說 習近平擔任中國的國家主席 他們把九二共識已經朝一國兩制進行位移 而且他開始用盡各種的手段 來逼迫台灣內部 來朝向一國兩制的時間表 那我們很不幸的看到說 國民黨這一些要參選總統的太陽們 對於這樣子一種和平協議 或者是一國兩制的這樣子威脅利誘 他們不具有免疫力 他們甚至我們看到吳敦宇主席 還去形容說國民黨執政之後 要談和平協議是執政黨的權力 力量的力 他們認為這是他們的power 他們可以這樣做 那所以我們會認為說 如果他我們的這一場二零二零的選舉 給國民黨執政 那就會變成是說 這是在結束國共內戰 把台灣置於在中華人民共和國 做中央政府的態勢 來去解決掉台灣這樣子的一個地方政權 那我們是不能接受的 所以我積極的支持蔡英文總統 她用中華民國憲法 跟兩岸人民關係條例維持現狀 我建議這個蔡英文總統 她要勇敢的把中華民國憲法的這個光譜 把它佔據下來 因為國民黨已經從中華民國憲法 潰逃了 她已經正式進入到由中共所主導的一國兩制 兩岸和平協議的統一進程 所以我會積極的認為是說 所有不管是支持中華民國的 或者是支持台灣的 所有的台灣大部分的民眾 民進黨它是一個穩健的政黨 我們如果用這樣子的兩岸論述 而且我們經過三年的實證 得到了美國日本等等友邦的具體支持 那我會認為不管是獨派 不管是我們的不願意統一的 這個中間派 我覺得只要我們大家團結在一起 在國際社會會得到認同 在兩岸關係的這樣的一個壓迫之下 我們會得到我們的尊嚴 我最後要提醒大家一下 大家或許會認為說 蔡英文總統她沒有辦法 讓大家感覺到好像很興奮的 表達我們台灣這個獨立建國的一個 或者是公投的這樣子一個路線 但是我們的穩健在亞太地區 得到了很大的肯定 所以我們通過了史上從來沒有的 台灣旅行法 我們所通過了這個國會授權法 我們跟美國之間不管是在經貿或者軍事的合作 都達到前所未有的境界 所以我具體的再次的建議蔡英文總統 我們不僅在兩岸跟國際關係上面 你的穩健得到了肯定 我建議經濟牌我們不要迴避 我們就要具體的跟美國跟日本提出我們的具體要求 我們要加入CPTPP 我們要跟美國在FTA的這樣的一個自由貿易協定的簽署上面 我們要勇敢的往前進 告訴國人我們民進黨不僅可以捍衛台灣的主權 我們可以創造台灣百年的經濟基業 這一點是我對蔡英文總統的建議 好這個維持現狀包括韓國瑜的你農我農或柯文哲的兩岸一家親 這樣的路線蔡英文在未來的關鍵性時刻 尤其在初選的時候有沒有辦法適時再去解釋 所謂的維持現狀 他的對岸到底是什麼呢 其實韓國瑜也很關心 他也認為蔡賴沛好像是出現的機率比較高 他接受媒體專訪沒有辦法判斷 但是他認為蔡英文總統蔡賴沛很有可能 他覺得民進黨不可能分裂 如果國民黨的想法是希望民進黨分裂來獲得政治好處 他說沒有人都沒有 那就你太不了解民進黨了 我們聽聽看 他也很關心民進黨的初選 因為賴清德他是一個意識形態純潔性很高的一個人 當他做出這個決定 是不是開工就沒有回頭見 這是一 第二到時候演出一齣戲 蔡賴沛 陳水扁特色 民進黨大團結 大家都是一家人 重新整頓步伐 往前大步邁進 這就是可以編一個戲的 賴清德跳出來 最後開始協調 蔡英文妥協 特色的陳水扁 然後大家一家人 我們是個家庭 開始打死國民黨吧 往前衝 這個戲馬也很漂亮 也很會演 沾著迷囊 原來這個戲演得實在太熱鬧了 還有這麼多屈人的故事 是這樣的一個變化 你看有沒有可能 也很有可能 所以我覺得蔡賴沛 也有可能 另外就是賴清德 打死不跟蔡英文共識 我絕對天午二日 我沒有辦法跟你共識 我做你的副手我也沒有辦法 我度日如年 我決定自己出來 彼可取而代也 那我就不知道了 但是我覺得民進黨 絕對不會分裂 如果國民黨的想法是 希望民進黨分裂 來獲得政治好處 對不起 門都沒有 整個2020年 他的意義是太巨大了 而且力量是相對存在 你剛剛講的話 我想要修正一下 就站在反台獨這邊 中華民國保衛者認為不能輸 但是站在支持台獨者 他也認為不能輸 他也認為這是最後一次機會 因為兩邊的力量 對比越來越大 而且國際情勢可能對台獨有利 他也認為不能輸 他也會全力衝 所以我覺得力量是相對存在 2020年這場總統大選 一定會非常精彩 非常熱鬧 而且贓力會非常巨大 我也認為2020年如果輸掉以後 民進黨內部 檢討的聲音一起來 說不定有可能會分裂 只有三種人會投民進黨 我很少講這個話 他們自己都搞不清楚 第一個 太討厭國民黨 我看到國民黨票投不下去了 我投你民進黨 這是第一種人 第二個 支持台獨的 我不喜歡中華民國 我要支持台獨 這個投民進黨 第三種 我希望民進黨給我帶來好生活 我們黨沒這個能力 我投票給民進黨 給我帶好日子 民進黨投票是這三種票 他現在最對不起就是第三種人 想要過好日子的 請問你民進黨執政 你怎麼跟第三種選民交代 好 那在這個狀況底下 卻沒有站出來挺您 您會不會覺得 內心有一些心聲聲 這政府合我的期待 因為初選是民主的程序 民進黨要對自己的政黨 對蔡英文總統 或我本人要有信心 的確過去的初選都造成 某種程度的傷害 但是我們要就此 利用這個機會 打造一場典範級的初選 院長因為這個初選的提名小組 目前這五個人 包含這個政市長跟陳軍秘書長 那他們院長表態挺蔡英文總統 會不會有這個中立性的問題 沒有問題 我想曲解也好 文參也好 都是我們台灣社會 非常肯定的政治人物 我也非常欽佩他們 固然他們有本身的支持的對象 但是這個私歸私公歸公 他們在主持協調的時候 一定能夠秉公處理 院長現在吉他小組成立 蔡萊培還有沒有轉換餘地 我既然出來登記初選 就是要全軍全力 爭取國人的支持 那我也會竭盡我所能 力往狂難 讓台灣的民主 以及台灣的主權 不至於受到衝擊 百年來台灣已經經過了 戰爭跟政治的洗禮 現在已經走到另外一個階段 到底將來何去何從 是很多人關切的課題 人民到底需要什麼 政府到底能夠給人民什麼 這考驗每一個政治領袖的智慧 賴清的院長 他是出生於礦工的家庭 經過一段奮鬥的歷程 相信那是很艱難的一段歷程 但是成為了醫生 我相信來自社會最底層 更能夠苦民所苦 先天下之憂而憂 所謂良一新國 他任內呢 用新思維新作風 讓國人耳目一新 現在很多人對他有更高的期待 我們祝福他 以最大的祝福祝福他 感謝大家 好 獨家火線之後 我們也看得出來蔡英文總統 似乎也有他的憂心 就是在最近他接受英國 英國這一個應該是Munker Munker的雜誌訪問當中 特別問到迎接2020大學的優先工作 他說讓國際了解 台灣將在台海維持正確的平衡 跟兩岸關係不去挑戰中國時 國家元首應該具備什麼樣的一個條件 好 這個似乎就勾露出這樣的一個條件 但是現在當前大家要問的是 那蔡英文總統 你的民調要怎麼落 怎麼拉抬呢 各項民調裡頭是處於劣勢 真的不能夠拉抬嗎 總體叫民調視他微幅大約是5% 5%在未來沒有辦法拉抬嗎 不過呢 他進一步特別提到敗選的原因 敗選的原因裡頭 他提到是去年年金改革跟同婚的議題 年改方面 蔡英文總統認為 這一次年改財務上的處理的不錯 但是改革之後可以撐個二三十年無餘 雖然很多人抱怨年改被砍 但減少的年金不會影響到基本生活的開銷 但是那一些被影響的退休人士難免有所不滿 為此民進黨政府付出巨大的政治代價 好 政治代價 當然這個專訪當中也問到 你個人特質跟領導風格的問題 他被問到時要不要變得更所謂的川普化 要不要還要持續這種所謂的菜式風格嗎 他說那就看你怎麼去定義政治魄力的 那當然同婚的部分他也認為也付出極大的代價 現在民進黨的立法委員李軍藝人在線上 為什麼我call out給軍藝大哥呢 軍藝大哥對於民意的反應 他往往是建籍履籍管理天皇老子多大 我一定告訴你民眾要的是什麼 來 軍藝大哥 今天蔡英文總統傳出他日前接受英國外媒的訪問裡頭 他對於2018的敗選做出了自我檢討的分析 那這個分析裡頭特別提到就是同婚跟這個年改的部分 如果是這樣子 因此你們的支持者背叛你們了 投向了敵影 你們的支持者氣投了 含淚也不願意就投 就根本完全就是放棄民進黨 在2018各個縣市裡頭 高雄才可能大輸15萬票 明知道自我反省謙卑再謙卑 知道錯了之後 通過了法令你過去再關心 尤其在年改的部分 我相信很多軍公教的不滿是說 你們國家也不是說負賣掉了 大暴走本來的18%是要10年循序漸進 後來變成是兩年 的確很多人立即的衝擊 我的生涯規劃 我的財務規劃 這裡頭牽涉到 可能我對小孩或對老的 衝擊是利息性的 這個人數難以計數 錯了就要改 國民黨喊出二次年改 請問一下民進黨要不要改 有關這個二次年改的問題 最重要是這樣的概念 就是年金改革 它本來就是一個年金制度 那領的人越來越多 交錢的人越來越少 那個年金就會 這個水庫就會破掉 水庫破掉 現任的公務員 或者未來新進的公務員 就領不到 所以這是當初年改改革 最主要的原因 那如果說國民黨要推二次年改 他至少要告訴大家一下 什麼內容 你不能說你18%完全維持 但是現在又領得到 那你告訴我 年金裡面 這個基金到底從哪裡來 因為大家都很客觀的分析出來 知道說 這個軍人的部分 在2019就會破產 如果當初完全不改的話 公務員會在什麼時候破產 教師會在什麼時候破產 這都是非常清楚的問題 所以我覺得是這樣 就是要解決問題 不是單單這兩個問題 民進黨重要的是 如何一件一件的來面對 那一件一件的來解決 那現在看起來包括 那俊英大哥請問一下 都正在做這個事情 那民進黨必須重新建立 人民對民進黨的信任 OK 那這個非常重要嘛 那到底要不要改啊 如果蔡總統都自我反省 敗選的原因 就是年改跟同婚 造成支持者背叛最後被迫 背叛民進黨 那既然總統都承認錯誤了 你們到底通過的法令 到底有沒有修正的空間 修正的可能啊 有沒有可能 修正的可能要看看 修正要修正哪一部分 或者說有提出更好的方法 那我講18%呢 當初年改改的時候 就有特別提到一點 是 俊英大哥 18%當初設定 18%當初設定10年的部分 是18%當初設定 十年循序漸進 到後來急於兩年就落幕 所以很多人對這個部分 生活是立即收入是減少的 是分六年要把它結束 然後來就是改為兩年 那改為兩年的重要原因 就是因為他這樣的話 可以更快速的 讓基金能夠補足 不會有破產的問題 那所以說現在如果要改 我們都不反對 但是必須提出具體有效的解決方案 這才是改革啊 否則只有講一個說 我們要二次年改 但是改什麼 必須清楚的交代給全國人民知道 這才是公平合理的改革 好 非常謝謝俊宜大哥 他人已經在立法院立即返回嘉義地區 因為這個選區太多太多的民眾 需要俊宜大哥 在百忙當中跟我們進行連線 我相信 那如果說錯的要改的話 民眾現在要等的是 那你怎麼改 你們具體方案是什麼 國民黨已經喊出來囉 二次年改 不管翁金平 他那天坐在這裡 他還講了 二次年改要改 然後他喊完之後 吳敦英也跟進了 和平協議 王金平喊了之後 好像朱立倫 老丈人也跟進了 那吳敦英也說 我們國民黨拿下執政之後 要簽署和平協議 那所以 這個部分 在我們的臉書直播當中 民進黨 因你們所觀察 該不該提出相對的一個對案 國家重責大任 全有蔡英文一個人承擔 對嗎 相關的民怨如果已經確定 就是個敗選原因 難道不應該改 不應該適當的修正嗎 法令通過了 明知有錯 為什麼不修正 謙卑謙卑蔡謙卑 但是蔡英文總統 再怎麼憂國憂民 可不可以去想想看 老百姓是在顧飯碗的 你能夠不去理解 這些人的現況 不能以同理心去理解 被改革者的狀況嗎 持續鎖定新台灣加油 我們再會了 拜拜